我们想想这个世间人 哪一个没有贪心 哪一个不愚痴呢 我们以为众生有贪心正常的现象 都认为这是正常 如果一个人要没有贪心 这个人很奇怪 这个人很难相信他了 哪有没有贪心的道理 人人都是这么想 而人人确确实实 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个样子 只有很少数的人没有贪心 知足常乐 凡是知足常乐的人 莱森若不是人天大富贵 都到天上去向天赋去了 这是说 他不懂佛法 不知道求生进度 莱森的果报不可思议 如果有贪心 贪心很猛烈 莱森决定都误归 鬼道里面最苦的那个鬼 到那一道去了 这个事情要不是佛给我们说出来 我们怎么会想的 若不是佛给我们说出来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恐怕 还敢干这些事情啊 因贪贪心疯了 因贪心疯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欺贫众生 诈骗众生 盗窃众生 甚至于杀害众生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个事情就麻烦了 造这些罪业 决定堕地狱 所以我们冷静观察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所作所为 真的 与卧道非常接近